中央四棒统一师队的球星刘富豪目前正朝千安百轰的理财备迈进 12年的职业生涯小破一直都待在统一师队 对那小破最想要感谢的呢 就是一路陪伴着他的体能教练以色优 他认为自己能够长期在球队占有一席之地 原因之一就是不断维持中训 有第六次机会 打第一球 刘富豪中间方向相当高 不受到寄出论带撕裂的影响 商与复苏后的小破刘富豪越挫越勇 目前本季全域打数已经来到十一轰 生涯累积93发轰不浪 除此之外安打数也来到983只 再过不久就可以达到千安百轰的记录 一直都待在统一的他 有位特别想感谢的教练 体能教练以色优 这个教练是陪伴我12年来最多的 最印象深刻也觉得最重要的教练 如果是千安说要感谢教练我觉得是他 职方生涯进入第12个年头 小破可不想变成重看不重用的前辈 他对自己的生活自律要求严格 以求在场上成为一个有贡献 甚至有特色的球员 利用休假的时候还是再继续去重量训练 就是让身体不要有完全休息的情况 我觉得这几年这样做 这两年游戏 特别有明显的那个效果出来 上个星期的中职赛事 是因为天宇不断被接连取消了好几场 最深受其害的就是刚回到主场的统医师 不过这在小破眼里看来其实只是小case 布雷在的那一年 我们曾经十几天下雨十几天没有比赛 对然后那次的调整 真的是大家都有被 就是太久没有比赛 手感有被影响到 士气是绝对不会影响的 下半季立行赛还是下一个多月 小破将会全力冲刺 追逐个人荣耀外 也为球队争取总冠军战门票 U点TV甘邦节 吴美新台北报道